我一開始就講說 很多人還罵我說我這個胡亂判斷 我說俄羅斯會成為中國的加拿大 有沒有 我跟妳講過嘛 對不對 我跟妳講過 在很多地方我講過 這誰做的造成的 就是川普加拜登造成的 全世界沒有那麼笨的戰略家 你自以為說我有能力同時應付兩個大國 你也想像太多了吧 現在證據告訴你 你真的做不到 為什麼 因為歐洲的小弟們實在太沒有用了 我這美國老大 我怎麼有幫他應付兩個 我的GDP比你們兩個加起來還多 我覺得也沒有 俄羅斯加中國的話 對不起啊 比你美國大 那再來你說我加上日本比你大 日本根本膽小鬼 只是像個小國在旁邊 真的有事情趕快跑 日本人 不提了 那韓國怎麼敢加這一局 韓國嚇都嚇死了 你看 裴洛西去啊 尹錫悅就躲到深山裡面 我跟妳通電話就好了 放暑假 放暑假 對啊 韓國也沒有能力得罪中國大陸 跟得罪俄羅斯啊 他不要命啦 更不可能啊 他對面有一個 看看俄羅斯沒什麼意見 中國大陸沒什麼意見 金胖子 刀子就來啦 對不對 這遊戲不能玩啊 現在能夠把金胖子兩隻手抓住了 說不要打 不要打 不就是俄羅斯跟中國大陸嗎 不要那麼笨啦 中俄貿易額七個月增長29% 你到今年年底你看 還會29% 不可能嘛 會繼續往上 跟中國的經濟一樣 中國跟俄羅斯 中俄兩國的老人民 就是有一些 滴滴答答 講不完的恩怨情仇 你佔人我 江東六十四屯 然後俄羅斯說 你殺掉我的將軍 我們中國幹過這個事 他佔將軍來談判我們把人家砍頭 所以才會爆發江東六十四屯的案件嘛 我們中國不談說我們砍掉人家將軍的頭 我們就砍說你佔我的地 這個恩怨情仇很複雜 然後中國說 你這個什麼 中長台路 俄羅斯說 沒有我中長台路 日本早就吃下你那個東北了 後來我撤退了 果然你被日本吃掉了 不是九一八事變嗎 這好像也是真的 所以兩邊已經講不清楚了 還有中國講說 我那個東北 以北 海森威亞 土地都被你占領了 俄羅斯說 誰是你的 那個是蒙古帝國的 不是你的 我也是蒙古帝國的繼承人 你也是蒙古帝國的繼承人 咱們一個人分離快 什麼是你的 我這個永遠吵不完 那每一個國家都會講說自己對了 對不對 然後後來因為毛澤東 跟那個賀魯協物有沒有搞好 兩個社會主義國家 共產黨執政的國家 又你鬥我鬥 再加上什麼 這個尼克斯又來拉攏 這個中國大陸 連中之二 拉攏中國共產黨去修理蘇聯共產黨 我跟你講 蘇聯共產黨倒台 中國共產黨也要負一點責任 有一點貢獻 這是真的啊 不用去隱晦這個事情啊 當時 不然美國為什麼要拉攏你 這是一個 所以你說 現在的普亭總是覺得 蘇聯倒了以後 對俄羅斯很傷 他一再強調這個觀念啊 那蘇聯倒了對俄羅斯很傷 然後幫助美國讓蘇聯倒了就是你中國共產黨 他心裡面我也不舒服啊對不對 所以這個恩念情仇 在這個 美國同時修理中俄的立場上面 大家都忘掉了 先對付共同敵人 不是啊 以前加拿大就是個例子啊 為什麼加拿大就是個例子啊 大家可能忘記了 以前加拿大是親英國的 那英國跟美國有一段時間是打仗打了好幾次 那個美國的白宮有一度 為什麼要先白宮呢 他本來不是白色的 是被英國人放火燒了 他最後全部把粉刷成白色的 所以他現在叫做白宮 那為什麼 就是後來打仗嘛 那打仗英軍在那裡進出 就從加拿大進出啊 所以有一度美軍要去征伐加拿大有沒有 兩邊搞來搞去 那現在還弄嗎 沒有啦對不對 你農我農啦對不對 我們都是angry section對不對 對 所以加拿大跟美國之間有邊界嗎 沒有啊對不對 然後加拿大的能源往美國賣啊 沒有加拿大的能源 美國還不一定能源足夠的啦 就是有加拿大的木材 加拿大的礦產 石油天然氣 加拿大都有啊 那好啦 我現在講的這個加拿大像不像俄羅斯 對不對 中國你缺天然氣嗎 哎呀 以前對不起啊 我的算你太貴了 我現在打你八折 就是這樣來啦 所以進出口會增長 那你看得出來說 現在俄羅斯對中國是順差賺中國的錢 可是中國就少從其他地方進口這些東西了嘛 他本來也是要買的 也是要買的 更便宜 更便宜 那俄羅斯就覺得 哎不錯啊 你竟然沒有跟著美國像以前一樣修理我對不對 而且 你幫我買那麼多貨物 等於是幫我忙 然後我們兩個又不一定要用美金結算對不對 哎你又幫我一個忙 這種 俄羅斯對中國是加拿大化 這種天遇良機誰 天遇良機誰送的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所以川普跟拜登聯手把俄羅斯送給了中國 對 所以為什麼 季辛吉 氣得要死 好幾次的演講裡面 他老先生 而且 修養不錯 換上其他人三次經都出口了 沒有那麼笨 所以我跟你講 選領導人很重要 不過美國也祝該衰敗了 選了一個川建國 再來一個拜政華 當然中國也要苦一段時間